航空器事实调查集 加拿大运事安全委员会 美国运事安全委员会 ATR飞机公司 加拿大会部公司 还有美国联合科技航太系统公司 还有国内的民航局 中央部民航局 以及复兴航空 共同来从事 这个速度调查的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搜集调查跟分析 那我们晓得 大概飞航事故发生的只有原因有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 飞航人员在人员操作上的问题 第二个是飞机的仪器设备状况 第三个原因是Tempo的因素 第四个是航管跟机场的设施 第五个原因是飞机的维修问题 其中啊 以人员的因素 占最大中 在前面占最大中 大概占了56% 那经过这一次啊 的调查 我们从飞航自由的记录器 以及 纏仓已云的资料 里边啊 我们分析得到 了解 凭不幸的 我们也能纯痛的 发现 这一次的飞航事故 几乎是完全是人员操作不大 所以 根据这一次的事务啊 飞航肺 除了提出各种建议之外 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特别呼吁 各个航空公司 必须要 从他的飞航人员的训练 要引起训练 而且各个步骤 都要遵守 同时 航空公司里边的内部管理 也应该加强 同样的 交通部 民航局 对各 航空事业的单位啊 管理督导 那 这边